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我们也是会去当观光客的一天 今天是会去新北头 北头看温泉 还有去淡水吃阿给 然后等下晚上我们就会去那个夜市叫宁夏夜市 今天通通都在这一集哦 然后今天也是一样啦 我们也是会搭交通工具去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后面的那个攻略 怎样搭过去这几个地方 如果你是要坐公交的话 就导致他们的那个公交车的apps OK 我们现在就废话不多说啦 我们现在就let's go 我们到了北头市集 来找一个早餐吃先 我们赶紧从北门上车 然后在中山换站去淡水县 然后北头下车 不是新北头下车哦 我们一定要在北头下车 新北头离这边还是很远的 所以一定要在北头站下车 OK 然后走路6分钟就可以来到这个市集了 我们来看一下要吃什么 我们来吃这个排骨汤面 这个看卖相好像很不错啦 它的面就这样子了 他们很喜欢吃这种面 这个很入味的这个面 很香哦 这下的汤啊 这个汤很有鲜的 是一个萝卜看入不入味啊 萝卜很脆耶 然后咬下去喷那个汤吃出来 这是它的排骨 它是不是拿去炸锅了 这种排骨 很好吃啊 它肉很嫩啊 然后味道很香 之前家人家吃了40年了 大家如果要来找它吃 经济那个市集 简记排骨酥面 它店骨酱 我很喜欢它的那个汤 很入味哦 这个市集好多东西吃啊 现在我们开 它要有一趟卖炸鸡的 可是我们没有买炸鸡 我们买花枝丸 他们这个丸子里很弹点啊 好吃耶 我们这人买的啊 数量才50元耶 嗯 超超味 刚炸起来 好吃这个 好吃这个 很好吃 很好吃哦 OK我们来吃这个猪油饭 在台湾哦 一定要试猪油饭 他们的猪油饭很好吃耶 这间叫做福祭猪油饭 然后我们叫这个是小的哦 让它的小的分量够了 然后我看到有萝卜汤 我也点了萝卜汤 很爱白萝卜 这个白萝卜已经熬到很入味了 超级香啊 一压下去整个烹饪 先吃它的猪油饭啊 它猪油饭有冬菇啊 那些的 它来这边吃了三次猪油饭 就是Family Mark 还是San Levin San Levin的变汤 它吃了 就有Pantana比较浓的那个味道 嗯 那个很调味料 这个就比较自然一点 蛮香一下哦 嗯 它猪油饭还是有放那种虾米啊 所以很香整个 然后味道有一点像罗麦鸡 可以给大家尝尝一下那个味道 然后就有虾米 这个虾米味很香 不像罗麦 罗麦鸡有这样香 它们的偏那个油啊 这个油偏香一点 煮油嘛这个 嗯 所以味道不同 现在我们吃完这一炸 我们就再继续找吃啦 嗯 所以我们刚才逛完了那个户外的市集 然后看它这里还有一个室内的市场 有冷气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有什么 Let's go 所以刚才我们进去抓了一圈啊 它其实是Pasar Bagi 然后很冷哦它冷气 很爽很大风耶 哦它是这样子走的 你看它在往下A吧 几长啦它其实很大的 我们走A吧我刚才 当然要来这边吃东西也是可以 不要没有这样热咯 今天36度了 今天台北 OK我们现在走着去北投公园 OK 刚才我们早上去那个市场呢 是去北投站下车 如果大家要来这个公园啊 博物馆还有这个图书馆 去回该那个北投 去新北投下车 就不用走那么远了 一概我们是走路过来的 要10分钟 我们在这个公园呢 刚才我就绕了一圈啊 其实它这里的公园是 没有什么东西看的 它这里直走呢 有一个图书馆 我们可以看它的图书馆很大 你可以眉眼一下 我们拍的这是它的后尾来的 如果要进去的话 要从前面那边进去 然后图书馆的旁边呢 再走一点点 就看到另外一个建筑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温泉博物馆来的 我们去看一下吧 我们在这个北投博物馆 我觉得大家 我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里看一下 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地方 我们刚才看到Haris 它是在1896年的时候就建了这间 它是泡温泉的店来的 以前是好像旅店给人家住 然后也给人家泡温泉 然后有点的飘舱叫什么 叫小姐的那种 直到1979年呢 里头这里就废除了工舱 就是不能叫小姐 所以他们这里一定没有人来 开始荒废了 他们本来要拆除的 直到1994年呢 有一群老师的学生看到这个 然后救了它 他们就一直上诉啦 政府申请 最后就把它变成了博物院 现在的博物院 然后以前的人喔 只是在上面泡汤了 他们就躺在那个 榻榻米那边吹风 然后他们本来之前 那个景色的那边 可以看到观音山 现在是看不到 现在有建筑顶着了 这个博物馆呢 就是有保留了以前的那个 感觉 很有那种风格 泡汤以前古早的 古早味 我觉得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它以前也是一个 八方店来的 这里还有给你的体验啊 怎样泡温泉 然后这里 可以洗脚 而且这里还有那种 臭臭的味道 可是很体验感很深 做到这样整 是不是 有没有吃到咩 做到这样整 他可以给你体验一下 怎样冲凉 我们出来了哦 我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个博物馆 你是去其他地方 你是没有这个体验的 我觉得可以来 蛮推荐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回出去 那个公园那边 然后吃一个KFC 然后再继续去我们的地热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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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爆浆起司虾球 这个有点小贵啊 这个 对我们的九份也是有看到 也是要卖一粒五十 这里也是一粒五十 这个起司不够香啊 我吃它这个虾味是蛮香 起司不够香 如果的话 爱点是爆浆起司的话 他做不到 这个是他们介绍炸豆腐一定要吃 外面知道脆脆里面嫩嫩 太幸福了 我们吃完了拉面之后叻 就来到了地热谷 这边呢也是要走一个上一个山啊 走路十分钟 如果大家不要走路的话 不要太行 因为是没有巴士可以到的 这里超级无地美哦 给大家看 我们的下一站 来到了淡水 这个也是搭那个红线的 所以会比较顺路一点 如果大家去北投啊 可以直接来淡水 我现在去吃阿给 淡水那个捷晕出来 是要走路十六分钟啦 大家不要走啊 记得过那个车站的对面去搭巴士 搭八五七 刚才我们是搭八五七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阿给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 ok 我一直讲的阿给 这个就是阿给啦 这个是周杰伦以前国中时期 是很爱吃的这家文化阿给 以前我来耶 我是吃那个三姐妹在下面包 那个三姐妹也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try啊 这次我就try文化阿给 它其实是流豆皮里面包着冬粉的 很香一下啦 就是我不懂得形容那个味道 酸甜酸甜的 要吃吗? 不错 这个酱是粘稠的 那个冬粉细嘛 那个汁哦 很香哦 它这个汤很浓哦 胡椒味很浓 一定要绕进于那个汁 不然的话 那个豆皮是没有味道的 就这样到汤也是有这个包子 然后是这样子的 很像我们人那种大包里面的味道 这个包好Q啊 它皮超Q的 如果加多一点肉就更好 嗯 它的肉很少 我们等一下在这个蛋水这边也是为了 去找其他东西来吃看看的 我想吃那个阿婆铁蛋 去找一下 下大鱼我们进Family Mark这里吃这个 酸酸的 主要是它很美的 然后我们在Family Mark旁边这里买那个铁蛋 铁蛋很贵耶 钢匙一包 120块 吃看看啊 就是很硬的 没有什么特别呢 很硬的 不知道怪怪的 可能吃不很好吃 吃过去就算了 以后再不要再买了 怪怪的味道 我们呢 就是本来要去那个渔人码头 可是下很大雨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 所以我们在蛋水那个老街那边 待一下子吧 我的剪辑上面有一点奇怪 自己多多见谅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都会广场这边 看衣服 买一点衣服 他很湿啊真正 我们刚才在那个Mall那边走了哦 可以蛮推荐男生哦 你们要买衣服可以去那边买 蛮便宜的 你问他 他买了三件耶 人家啊 嗯嗯不错的 瓜地 299啊359啊 算到来差不多40多块 50多块一件麻病 很不错的 瓜地也是不错 可能你装就没有这样美 我们现在在淡水捷运站这里哦 就是淡水捷运站下来 之后你转去它的后面 就是它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公园 叫做淡水金色水岸这个 很漂亮哦 好 我们已经到了宁夏夜市这一站 叫双脸站 出口一号转左 一直直走 差不多十分钟吧 就会到了 一只新念念的羊桃汁一转进来就看到了 我们先把一杯喝三十五中的 像酸梅汤的味道 可是很开胃啊 算酸的 蛮好喝的 又不会很甜 我们的宁夏夜市第一站来先吃卤肉饭 他炒很久了的 你吃先 我吃这个中瓜蛤蜊排骨汤 这个很重那个姜味的 那里面有什么料 有蛤蜊跟排骨 蛤蜊只有一个空壳罢了 它是掉味罢了 我觉得蛮浓的 清甜 但是味道就有蛤蜊的味 蛤蜊的味道没有这样重 然后这个是它的卤肉饭 它的肉全部给肥油的 没有瘦肉的 就是那个味道有那个味道 没有的味道 它是香 我们买到了这个芋头酥 有拿个2022的米其林哦 它的芋头很大力的概念 我看它用那个ice cream的那个东西 我们买了一个蛋黄 一个没有蛋黄的 它的芋头味蛮强的 它有最低消费的 所以我们怎样都是要买凉粒 它的皮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很软啊 我觉得芋头味有点淡的 没有芋头味的什么意思 有点淡 有吃到淡淡淡淡的 没有很浓的 我吃这里是没有蛋黄的 讲解芋头的这个是 它芋头很绵密 这个比较好吃 比较有那个芋头味 里面蛋黄会带走它的味道 你要喜欢芋头的不要买蛋黄的 花生卷冰淇淡 这个是里面有放芋头的冰淇淡 然后加香菜的 然后它这个皮是薄较皮的 它那个冰淇淡是那种冰刷的 蛮好吃的 因为它是花生线膜的 花生味真的是很香 可是这个冰淇淋是芋头的 吃不出芋头的 我觉得蛮特别的 特别的 不要放小菜也是可以的 老板娘会问你要不要的 不要紧张 这个蛮好吃的 大家可以来吃一下 出来哦 其实它没有很长 但是它很多东西吃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胃 它的一个胃 两个胃 我们很多东西没有吃 我们虽然有一个胃 但是我们还是要吃鸟蛋 这个鸟蛋很好吃啊 我们今天吃的那个比较好吃 这个还是没有这样好吃 可是这个便宜啊 气力才35 我们现在去买50蓝 这个50蓝 我一直讲很好吃的 上次我们好像是喝什么乌龙的 就是这个 我叫的是四季奶清 这个是上次喝到很好饿的 它的味道有点像Koi的 Bubble Milk Tea的味道 我很喜欢的这个 然后刚才我们叫错了一杯 这个是没有奶的 这个也是乌龙 Tea 也是不错喝哦 这个叫四季青春 这个是四季奶清 大家来台湾一定要喝这个五十蓝 它是蛮多店的啦 因为我们已经从零下夜市回来了 我们就买一个非常多东西 明明讲只有一个味 但是这么越买越多东西 这个荷仔汤超细香 我们来喝一口啊 好喝哦 他们的荷仔超大力哦 这个很好喝耶 很舒服耶 还有汤味哦 这个荷仔是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腥味 但是不会很难入口 然后这个汤有很香 那个姜味啊 然后很鲜 超料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超级多人拍这个 这个五股的鸡排 很辣的 这个吃下去超薄哦 我跟你讲 酥脆的哦 很好吃耶 超嫩的 它上面这个买鸡超香 然后烤得超细香 很嫩 真的很好吃 接下来这个也是很好料的东西 这是那时候我们在台南的时候吃到好吃的 就是这个甜不辣 它这个甜不辣是甜甜的 它有放一个抹肋 我之前吃那个没有放这样多抹肋哦 我觉得台南那个比较好吃 不一样风味啦 因为两种口味不一样的 很Q汤啊 类似吃Qinggum这样哦 OK 最后了 最后还有一个东西 哦 还有一个这个 我要想吃很久哦 这个玉米 好玉米 他们有撒很多那个 五香粉那些 这个玉米还好耶 这个玉米还好 OK 最后我们有买这个大福 它大福里面是有草莓的哦 我就先不要试先啦 因为我太饱了 我要回去放冰厨 它只要可以放两天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一集 淡水跟北头战就这样子结束啦 下一集是最后一集了 最后一个part了 大家可以留守一下最后一part 我会介绍我们在台湾买了什么手信 给大家可以留守一下最后一集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